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割了很久了 就是imw2020年的年终杂志的很多摄影师的一个分享 因为我之前做了一期关于阿诚的 那么我说后面还要做很多其他摄影师的 当然中间也割了很久 所以呢这一期呢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imw的一个另外一个好朋友 也是一个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欣赏的一个摄影师 那么就是贾俊杰 就是我们在群里都叫他叫邓哥 那么其实在上一期做阿诚的那一期的imw的一个杂志的一个分享之后呢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那个分享是在宣传这个摄影师 或者说是宣传和我自己解读他的作品 当然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并不是错误的 但是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更多的是分享我自己跟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一些成长 还有一些我在里面去参与或者说做一些小小的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 还有一些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些品质 然后去影响到我 其实主要还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对他们的很多照片的解读 可能并不是他们自己本身想要的 也不是他们自己本身想表达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些摄影师的作品 那么大家自己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也分享了我的看法 可能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头脑风暴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解读都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这一期我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个 也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在群里面都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摄影师 就是贾俊杰 也是我们叫的邓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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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